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不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 因为我已经完成很多副了 这是我现在目前在做 妳最近在卖这个吗 没有在卖 我在硬房失智 其實啊 謝老師 我跟你说 謝老師 我是真 屬於顾叶失智的过性能力比较改变 易怒 然後衝動 然後判断你错误 那我提筋的話會影響到 好了 妳有什麼意見 不公平嘛 突然的把脾气跟脾气 就是有失智 妳有霸出 妳真的不去 不去 謝謝大家好 歡迎來我家 趕快介紹來賓 今天介紹到這來賓 第一位就不得了了 很難請啊 我們邀請幾次都邀請不到耶 歌手 詹惟舟 我什麼都被歌手我都忘記了 等一下再給你解釋 好 菊麗姐 菊麗 菊麗 妳好 還有演導的洋蔥財醫師 我來小助手阿布 阿布 為什麼要介紹你是歌手 是 因為你坐在這邊的位置 跟坐在那邊是不一樣的 是 坐在這邊的大部分都是專家 因為你的風水專家 但是今天你坐在那邊 你就歌手 對 淚藝人 今天是來宣傳的 所以今天領宣傳費 對 對 我記得我沒有通報費 怎麼有宣傳費 這個時候你就記得了 記得 這講的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很像的 是 有很多人 會有那種失智 對 但是有很多人 也不會失智 但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而有些人可以慢慢的恢復 有些人就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就是 就像我們橡皮渣一樣 就是你記得什麼東西 但你把它擦掉之後 你再問他說 你記不記得 我忘記了 選擇性的 選擇性的 今天專家就是來告訴你說 在做了這些20年之後 你將會失智的事情 一樣 對 但是真的要記得的是 我要提醒維中哥 是 對 我覺得你最危險 其實我只有家族性 我認為我是家族性的 這個失意跟失智 對 然後我其實我必須感到驕傲 就是說我反應很快 理解力很強 但老天爺是公平的 他給你這麼好的一部電腦 一定有缺陷 覺得他的記憶體 可能稍微弱一點點 是 但等一下 我們不想要聽你這些 對 我們想要聽那件 注點一點點的 就是我以前在 以前我這個很嚴重 就是我跟 我那時候開始懷疑 我以前在婚前跟女朋友看電影 那我是很感性的人 你知道 有時候看到電影好笑 我就狂笑 看到悲傷 我就一直忍不住 一直就 怕他看到我流眼淚 我就一直這樣 我們介紹你是歌手不是演員 不是 因為故事真實性太強了 然後後來就 那故事太感人 我就抱在一起哭 然後女朋友她叫 等一下等一下 你現在要講的是女朋友 你好 因為你現在已經離婚了 所以你現在可以勇敢 把前女友的那個名字 生日什麼都講出來的嗎 重點是這個故事最感人的是 她叫小美 後來哭到已經不省人事了 我突然叫她阿芳 你們一定要相待 阿芳是誰 天啊 很可怕 很可怕 那時候整個情境是 回憶到那個故事 是那個女朋友的情境 可是來跟我看電影的是 另外一個人 其實你是用一種很歡笑的方式 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你也在擔心你自己 有失智的一天 不是擔心一定有 對不對 你也在擔心嗎 我們接收到了 我們接收到了 但是還有另外一位 也是很在擔心 Judy也在擔心 我很擔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有家族史嗎 還是 我沒有 目前還沒有家族史 可是因為我周邊有很多朋友 有這種狀況 所以我就看到他們的記憶減退 跟就是老人家忽然的失智 你老公楊你也跟我講過 誰啦 楊凡你老公楊凡 雖然都是兩個字 你這樣我很難交代耶 所以你也會健忘去得罪過人嗎 有 我其實就常常會 我自己以為我記憶力很好 因為年輕的時候 我真是更目不忘 你就給我一個大字報 我馬上看一分鐘我就知道 等一下就可以一字不漏地講出來 可是我現在這幾年我發現說 我跟朋友約好要吃飯 有一次我一個朋友在屏東 他從屏東上來要坐高鐵 我跟他約好當天要吃飯 我居然忘記 我還接了通告 我還跑來林口 然後他打電話跟我講說 我在高鐵站 我說你在高鐵站你要去哪裡 他說我跟你約好要吃飯啊 我說 我想說糟糕 我以為是下個禮拜 我還想說不好 而且你沒有記下來的習慣對不對 沒有 我後來才開始 你一定都覺得我記得起來 對對對 我想說怎麼可能這麼重要的事情 而且他是我這麼好的朋友 我怎麼可能忘記 話不多說 我大概兩個禮拜前走在路上 我遇到一對夫妻遠遠的走過來 我就是認識他們 而且吃過好多次飯 我就是叫不出名字來 然後我旁邊有人要介紹 我就說他是 他是那個 對 就他 就尷尬 你知道其實心裡都得罪人 人家一定覺得說我很沒禮貌 翟哥 這麼年輕人有可能穿在那裡 有喔 這幾歲而已 像傳統 一般我們說失智症 是65歲以上的人才會得的 對 但是這十年來 這種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都研究都指出來 我們現在 失智症有年輕化的趨勢 主要幾個原因 比如說像 壓力大 然後 然後或是一些食物的影響 比如像我哥 對啊 還不知道適時出頭 然後他就有三高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那他就會堵住 腦裡面的小血管 那大家要知道 我們腦裡面有很多血液 要去補充的 然後你的血管如果被堵住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被堵住了 它的功能就不好了 然後這個地方被堵住了 就一塊一塊被堵住了 那就會造成那種失智症的發生 叫做血管型失智症 還不到四十歲就失智症 像偉忠哥 當初是 你是怎麼樣發現媽媽 因為你也孝順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他要講六次 沒事 講六次做什麼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好可怕 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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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你是怎麼樣發現媽媽 失智的呢 他的幾個原因是 他喜歡看那個日本的摔跤 還有韓劇 或包括那個劇情只要跟醫院有關的 他馬上輸入大腦 又開始 然後護士跟醫生來看他 你們少來這一套 你們兩個有一腿我不知道嗎 就這樣子演起來了 對 然後我哥哥跟大嫂來找我 你跟用人有一腿 你我早就知道了 天啊 他還把說 那個菜不能吃 失憶了 亂想 什麼話他都能想得出來 對 所以他這個失智接近妄想 非常的嚴重 我們也非常擔心 我跟你講 這是真的 大概十位老人家裡面 十位都會這樣子 但是我很想問楊醫師的是 這真的跟幻想有關係嗎 失智症當然我們又分成那種 安靜的部分不安靜 失智症基本上 核心的症狀是 記憶力下降 然後減退 從早期的短期 記憶力 比如說今天到晚上已經忘記 早上吃什麼 然後慢慢的就是 舊的沒有回去 新的進不來 那這種東西 如果很單純的 尤其隨著年紀增加 失智症的病患就會增加 可是第二個就是說 裡面差不多有五十 兩個有一個 會有產生叫做 我們英文叫做 BPSD 叫做行為精神障礙的 那那種東西呢 它會產生那種幻覺或是妄想 剛剛維中提到說 譬如說我們老人家 尤其失智症一開始的時候 最常會有妄想 就是被害妄想 什麼東西不見 錢不見 對 因為他最熟悉的嘛 對 那這一些東西 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看他講得好像真的 那種很多人就會 在那一段時間很冤枉的 所以被人家陷入誤會之中 那你後來會發現到說 他越來越好像東望西望 做什麼事情都忘了 那這個時候 他的很多的幻覺 然後有時候會看到鬼神的 甚至有出現黃昏症候群 就是日落西下了 然後光線比較昏暗了 他就跟你說他看到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的螢幕 就好像鬼影蟲蟲那樣子 其實那是因為他的腦大腦 判斷能力下降了 感官系統也變弱了 就容易把東西 有的東西看成錯覺 或是無中心有產生幻覺 那是有一定比例的 特別有一種叫 路易試體的失智症 他特別容易產生幻覺跟妄想 而且有一些他是會睡醒 他不知道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 對 就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的媽媽 就是這樣 他就變得膽子很小 他總是覺得說 家裡會有小偷進來 所以他都把那個窗 門窗都關得緊緊 妄想症 對 然後不讓那個空氣進來 然後就有一次 他就跟我朋友講說他肚子餓 然後我朋友還沒下班 他就說 那我去麥當勞買個餐回來吃 結果我朋友就趕快回家 因為他怕他媽媽就是一個人出去這樣 結果一回到家沒事 他媽媽在家了 然後媽媽過一會兒 忽然那個臉就這樣 整個變青然後發抖 就跟他講說 家裡有壞人 然後我朋友說 怎麼了 怎麼門都鎖好好的 他說不是 我剛剛經過那個廚房 我看到那個垃圾桶上面 那個有一個麥當勞的紙袋 是溫的 他說有人 對 他說有人來家裡 我根本沒有出去 怎麼會有麥當勞的袋子 然後我朋友就跟他講 說那是你吃的 結果兩個就爭吵 他說 我怎麼可能 我都還沒有吃 我很餓 我現在要來煮稀飯 就去煮東西了 忘記了 就是他一直生活在反覆這種理念 真的 像之前也有那種 為什麼產生家暴 就是老先生跟老太太 然後老先生就說肚子餓 我就肚子餓 那一開始老太太沒察覺到 我肚子餓是不是 今天就是煮一個東西給他吃 剛吃完沒多久 你都不會讓我飯吃 我肚子餓 肚子餓 對 他不是又餓了 他又根本忘記自己有吃過飯 但是你是他太太 你就會想說你剛吃過了 你還要吃太多 你還要吃太多 他會說你什麼 你跟他 嚇我吃 你又沒吃 我想說怎麼樣 後來他就動手打那個太太 因為覺得說你是故意想餓死我 其實沒有 因為他根本忘記他吃過東西這件事 你們講的症狀 後來有說 都在我這幾年都發生 是 我跟助理講說 陳太太的東西送過去沒有 他說送過去了 後來我看一個新聞 或看一個手機再問他 陳太太的東西送過去沒有 老師 是這樣子的 我真的是這樣子 我沒有誇張的 所以你現在剛剛叫我講六次 這是你在腦子裡面的 你剛想什麼 什麼都是第六次 沒事 夏老師 你坐 謝謝 我是湯老師 我菜上機 幹什麼你 你噴那麼低嗎 你 我原本來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 我以為我很擔心 我現在更擔心 不是 怎麼會這樣 我剛剛講的不是帶什麼效果 我真的是這樣子 你知道我說 講某一首歌的名稱 我也想不起來 是 某部電影我看過 我也想不起來 我現在最好的朋友是誰 你知道嗎 叫谷歌 對 譬如說哪個餐廳我記不起來 我說天母的豆漿店 啪就跑出那個豆漿店 我現在沒有谷歌 我可能什麼事都忘光光了 很可怕 最可怕的是你正要谷歌 添母的豆漿店的時候 你突然發呆 我剛開始為什麼拿谷歌 不是 更可怕的是我人在現場 你來幹嘛 我來幹嘛 我們現在人都很長壽 我們希望大家真的要健康長壽 沒錯 不要失智長壽 不然到時候你真的失智長壽 什麼奇奇怪怪的症狀都有 沒錯 像我有碰過年紀大的人 然後家人帶來 就是說因為連外勞帶來 然後外勞也是要括號 因為外勞被嚇壞 嚇壞什麼呢 因為這個老人家說他 晚上都會見到 散步時是見到一些小孩 然後一些流血的 在四處跑來跑去 嚇他 然後外勞 因為教育程度也不高 然後就會聽得 比老太太還嚇 比太太更害怕 然後要求先生 一定要做一些什麼法事 幹嘛的 他才願意繼續示弄他 所以我們常常說 失智 我們現在在談的是 已經發生失智了 但是我們如果想辦法 要避免得失智症 可能年輕的時候 就很多好習慣要養起來 沒有錯 從那個生活上去養起 像講到外勞 應該每家人的外勞 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媽媽的時候 我爸爸的時候也是 爸爸都會跟他講說 有看到什麼什麼什麼的 其實他們外勞有分 年輕的跟那個 交代我媽媽的那個 算是有點驚豔 他可能也聽過之前 阿公往生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媽媽就說 他有看到那個人 有人站在那邊很多 很多 有恐怖 他說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去跟他們說話 你不會有事的 媽媽 好可怕喔 然後就自己在後面演 走了 走了 好可怕 這個很可怕 是啊 失智真的很可怕 可是我們這是可以避免的 對不對 我們第一題來 改變生活習慣 降低失智風險 第一題 吃素比吃婚的 更容易失智 對或錯 吃素比吃婚 錯 吃素比較不會失智 都是差 對 我們楊醫師公布一下答案 楊醫師你覺得呢 目前這研究顯示答案是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呢 吃素是挑食過的 然後呢 譬如說 因為你吃素 你有一些食物沒吃到 譬如特別 譬如說 大腦的好油 那像這種裡面含DHA的東西 如果比較少攝取的話 你實際上被研究 這種譬如說 住在海邊的 有在吃魚的 跟住在陸地裡面 都沒有吃到魚的 那種內陸的 真的 失智的比例有顯著性 我是提醒一下就是說 如果你是 因為一般如果你吃奶蛋素 有奶有蛋的是還相對安全 如果你是連奶蛋都不吃的全素 那它其實你可能長期這樣吃 真的就會缺B12 B12的話就會有特殊型態的 缺乏B12造成的失智症 之前有一個就是 它已經常年如素 而且它是全素 然後它就是 開始覺得很怪 這個人呢 他平常就是很厲害 然後記性什麼都很好 後來他們覺得 為什麼它做菜那個 整個口味都糟糕你知道嗎 想說是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會這樣 後來才發現說 它是失智 而且它這個失智是因為 缺乏維他命B12 所以如果大家是不吃奶也不吃素的全素 你要想你真的要補充 不論是你是有一些那種 維他命補充的定 或什麼 你就要試試來 不然這個真的會失智的是真的 了解 那如果真的是在食材上面 我們就可以多吃雞肉 對 蛋白質也很多 對 有B12也很多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題 好 第二題 愛吃甜食比較不容易失智 對或錯 對 不是 答案真的不是 對啊 其實吃甜食 基本上面像攝取的一些糖分 熱量會比較高 那糖分大家要知道 你說你如果吃的這種熱量 包括甜食的東西 它可能容易轉化成我們身體裡面 比較會造成血管硬化阻塞的相關的風險因子 那我剛剛一直強調 腦裡面要很多的血管去公益血液 那你如果說吃甜食 它對於研究顯示 比如說像小孩子的兒童注意力缺損症 或是老年人腦部的運作 都會有負面的影響 所以真的甜食要適吃 不可以過度吃太多 對 因為我自己就是很喜歡吃甜食的人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他跟他媽媽又吵架了 就是剛剛那個麥當勞的事情 我說為什麼又吵架 他就說因為他就是為了疼他媽媽 他媽媽喜歡吃紅豆冰棒 於是他出去呢 他就買了五支紅豆冰棒 買了五支牛奶冰棒 那個五支牛奶冰棒是給他自己吃的 然後他就放在冰箱裡面 結果他回到家之後 他媽媽就很生氣 就說你這個不孝女 你再也不孝順我了 你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對不對 他說怎麼了 他說你看 你明明知道我愛吃紅豆冰棒 結果你買的都是牛奶冰棒 那紅豆冰棒不在裡面 他就生氣 他說哪有 他就一打開冰箱一看 只剩下牛奶冰棒 因為他紅豆吃完了 對 他把紅豆吃完了 可是他就說沒有 他從頭到尾就是沒有吃到 所以他只有看到有牛奶冰棒 結果我朋友就很生氣 就去垃圾桶 一看他還不會毀滅他的證據 你知道的 因為他不知道 那個棒子還在裡面 他說那這個是誰 他說 我不知道 有小偷 對 就之類的 你知道他朋友氣炸了 我後來就跟他講 不行你要帶他去看醫生 真的 我說因為這個就真的很嚴重 所以我們補充一下 像這種如果個性突然變化很大了 我們臨床上面看到特別 比如說有一種失智 因為我們大腦有分四個頁 有額葉 頂葉 孽葉跟枕葉 如果屬於額葉失智的人 他會出現額葉症候群 他個性容易比較改變 會轉變得很厲害 所以年紀大人如果個性轉變很厲害 比如說就變得易怒 然後衝動 然後判斷力錯誤 其實也是要注意 這可能是一些失智症的早期現象 就要反電 對 因為有時候很難再就是說倔強 或者他是真的失智 當中我們有時候做子女 比較難去判斷 沒錯 沒錯 不要讓他生氣 你看到那個紅豆 媽媽在那邊 你就一人分四兩腳 誰吃紅豆的 媽媽沒有吃 不要跟他生氣 這樣子一人分四兩腳 拿紅豆乒乓這樣講一講話 媽媽就覺得 對啊 我就是沒有吃 你看紅豆都這樣講 對不對就過了嗎 真的媽媽沒有發瘋 他只是忘記十幾 對 這個有一點不太一樣 不是 我要不要帶給我去看病 我的例子喔 跟你不一樣嗎 抱歉啊 對 要跟鄧智隆學賦語書 剛剛那個可以剪掉嗎 不會 我們會用傷 是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 好 第第三個 多角口香腸可預防獅子 好像對喔 對 當然 各位都很聰明喔 答案是正確的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 多角口香腸可以防獅子 因為這是咀嚼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有牙齒 現在越來越遠就顯示 你的牙齒的好壞 跟你的會不會獅子症 所以牙齒很重要 對 所以牙齒要很重要 你從年輕的時候 你要小心 你不要愛吃糖 又不刷牙 不觸動它七早八早就蛀牙 因為這一些 我們發現到它咀嚼 那這個帶動我們整個臉部的動作 那你腦部又最近 血液肌肉會帶動 所以確實咀嚼會造成我們整個臉肌 然後血液循環增加 會減少失智的風險 是 現在年齡真的是 像那個林青霞小姐 65歲 每天就是絕20分鐘的口香糖 因為我們的肌肉有在運動 所以它的那個 也不需要靠什麼東西 它就很自然 會有一個拉提緊實的感覺 就像我們跑步 會拉緊實的感覺 那現在罹患那個牙周病的 失智症的人就是 較沒有牙周病者 高出了10%到14% 是 所以牙齒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我看過一個報導 就說牙齒真的很重要 我說原來是這樣子 太可怕了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他們之前有做研究 你有沒有注意像那個棒球選手 像野手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都一直在咬東西 對 他們現在在咬煙草對不對 一直在一直咬 就是他們發現 他一直在保持咀嚼的時候 他的專注力可以提升 是 所以真的 雖然有些女生覺得太咀嚼 可能會 會有塞幫 對 但是其實對腦是有幫助 所以當你年齡大 不需要顏值的時候 就可以多嚼一點 是 那就要像那個林青小小姐一樣 20分鐘就好了 20分鐘就好了 我打不打到跟前妻分床 20年分床 其實在這睡眠醫學上面 他是不會嚼 我們今天講的不是呼吸 其實是講獅醫症 但是這跟獅子會有關係 當你睡得很差的時候 海馬體受傷 我是海馬體 跟海綿體都壞掉 好 節目最後 還有金妹禮物大放鬆 我們來看第四個 來 第四題 常獨處不會造成失智對或錯 就是他自己獨處 就一個人獨處 他獨處一定會造成失智 對啊 會自己亂想啊 他說獨處不會造成錯會 對啊 好 我們答案大家又很一致了 答案是錯的 你跟我們講的 我們常說人要健康 要四老 第一老是老本 第二就是老友 第三個老狗是要有興趣 第四個才是老伴 因為老伴總是會有人先走了 但是老友可以永遠都一直產生 那人不可能離群所居 因為有人發現到說 你如果是 比如說像這邊提到獨處 你可能很容易產生孤獨感 那種孤獨感就很容易產生憂鬱 憂鬱也是失智症的一個風險之一 所以你看像連英國都要成立孤獨部 所以這就是擔心 如果你常處在孤獨 獨處的狀態之下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才會鼓勵大家 你千萬不要把自己呆呆一直鎖在家裡面 可能你去參加 比如說現在社區大學裡面很多的一些活動 學習 學習真的是可以預防失智症很重要的一個策略 因為腦子有在動 對 尤其去參加 比如說參加那種一些班 第一個志同道合 比較大家容易有話題 第二個團體有互動 就跟打麻將一樣有互動 這一些其實都是很聰明 比較會這樣動腦 我們身體的器官就這樣 用盡廢退 有用有進步 沒用會退步 你有沒有憂鬱 每個人都有 什麼時候爆發 不知道 天氣也會改變 你也在變 像我有時候幫人家算命 你說你 你這後十年 是子女是你的貴人 是 你就多跟他們接近吧 沒有啦 在這裡 我在那裡住沒關係 我那裡沒有朋友 不過我去過 我去那裡很輕鬆 很快樂 那就是快樂的元素 我怕他們打擾 怕他們嫌我太吵太囉嗦 沒有 你本來就要去 因為你小時候照顧他 對 他們本來就要還你這個 本來照顧你 你要理所當然的去 而且你去的是快樂的 所以 不要說抱歉 是 沒錯 沒錯 你今天講的是 人話耶 對 你今天 我有點不行 你今天要非常 對啊 你今天真的是 詹惟中耶 有沒有 你今天講的話都很有道理 是 所以我覺得你不用擔心 你要失智很難 對 因為你還有很多心要幫助人家 一定要的 是 來 我們看看生活習慣 來 第五個 第五題 睡太少 睡少於六小時容易失智 對 握錯 當然 對 我都快失智了 對啊 我們真的研究顯示 對 最怕的就是睡眠小於六小時 因為睡眠是健康的第一根柱子 睡眠有養顏美容減肥增至的效果 對 然後你如果長期睡眠小於六小時 你身體裡面有一個叫做 殼體中的壓力荷爾蒙 他沒辦法在睡覺的時候處理清楚 那他處理常常高濃度的狀態 他其實對全身有破壞性的影響 從你海馬回的記憶中樞 然後到心臟血管免疫系統 各系統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那個是很容易得失智症的 不過第二個 睡太多也會越睡越呆 所以我們常常說 最佳的黃金理想睡眠時間 是六到八小時 Lucky seven 七小時是最理想的 那睡多對自己的體能 反而會減少運動 減少運動 有多人一直長期臥床 沒有運動那也是壞的 所以如果能夠睡好七小時 然後增加運動的好習慣 這種人是最能夠避免 得失智症的兩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 還有一個我不知道 是不是更年期的媽媽 跟女人們 因為啊 在更年期的時候 爛咪燒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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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所以你那個心情上 其實是不好睡覺的 很難睡 那個眠都會很難啦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是不是 就是比較在更年期的女人 這個方面 就會比較容易跟失智 有病在一起的感覺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更年期的時候 當然會有一些可能會有一些熱潮紅啦 對 或是你睡覺睡不好的症狀啦 那如果不處理他啦 確實我們常說 生活上面你有一些危險因素 睡眠如果不好了 那他呢很傷身的 也很傷腦筋的 確實是有可能 所以更年期如果有症狀 也應該正確地去趕他做處理改善 有很多更年期的人 也很容易自律神經失調 對 那也要去做處理 也很容易有憂鬱症 對 那楊先生我停經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 好了 那是我要講的喔 是不是 沒有開玩笑還沒有 男人也有更年期 我真的很想問你停經 你的感想是什麼 我就覺得一直流鼻血 男人也有更年期耶 是不是逆流還是沒有 剛剛還覺得 男人也有更年期 對 真的 所以我說我停經你有什麼意見 OK 好啊 連羊髮也差不多了 他停很久了 是不是羊臉 羊臉 我覺得我已經開始混亂了 我本來還很正經 那怎麼看男生生什麼時候 經濟的更年期 測男性荷爾蒙 所以男性荷爾蒙呢 這真的研究顯示它很重要 它跟你的新陳代謝骨骼 心臟血管 還有被研究顯示 跟記憶力也有關係 是 所以從比如說老鼠研究上面發現 如果你把它的男性荷爾蒙 都處理光光了 它容易得失智症 那我問一個 真的想問 那結紮 會不會男性荷爾蒙分泌變少 你很遠耶 我最近想結紮 可是我們 我們的失智 跟你這個 什麼結紮不一樣 有點明顯 對 反正是不會 老師 醫生你還要告訴你不會 電話好 電話好 等一下 我把阿拉伯來好了 就是 我朱莉姐要告訴你 我跟你講為什麼 你聽一下 我為什麼一直擔心 我有失智的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 其實在生兒子的時候 因為我兒子早產 很難顧 所以我那時候 每兩個小時就要起來一次 我就不敢讓自己熟睡 所以我就變成養成了一個 睡眠品質很淺 很淺眠很容易醒 然後到最後就變成一種習慣了 然後我現在 反而就是我睡久 我的那個深層睡眠非常的短 是 所以我起來 我就要睡得比別人多 我才會覺得我有精神 然後如果一睡不好 我就覺得 好像我抵抗力下降了 我這個又擠不住 那個擠不住 又開始想 對 所以我最近 為了要讓我自己 我還養狗 讓自己忙一點點 對 就讓自己忙一點 說不要去想這些 有的沒有的這樣 講真話 我以前是一個 隨時倒隨時就能睡的人 是人人稱陷 最容易睡到 神仙 神仙 可是現在的我 這幾年的我 很奇怪 就是晚上大概 九點半到十點 我就會想睡覺了 是 早上一直看那個 窗簾有沒有 燈亮有沒有 燈亮就跳起來了 大概六點就起床了 那睡眠品質是極差 極差的原因就是有 莫名的 重點還有一個就是 我發現問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枕頭用錯了 枕頭用錯 我的頸椎也造成我的 睡眠的姿勢不舒服 有可能 翻來翻去 有可能 所以有雙重的一個 心理因素跟 還有肉體 睡姿 睡相的影響 睡眠品質極差 差到我自己都嚇死了 多差 就是半夜起來出來 我還記得 我半夜起來會 然後口乾就再喝兩次水 一晚上至少起來三次 以前還有壞習慣你知道嗎 會拿來看手機 一看就等於天亮了 就繼續看下去了 現在把手機放遠一點 改善了不少 你睡覺會打呼 我打呼打到跟前妻分床 20年分床 你看 因為你剛剛描述的症狀很多 是打呼的那種症狀 我雷神索爾 是嗎 是 因為睡眠現在這幾年來 被重視另外一個課題就是打呼 我們一般人不知道說 認為說打呼的人 應該睡很好睡吧 對 其實在睡眠醫學上面 他是沒睡好覺 對 好像是 因為他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他舌頭相關的肌肉 或是我們這邊有個小舌頭 叫懸弄水 整個塌下來 堵住呼吸道 那為什麼要打呼 打呼就是要打通呼吸道 讓氧 空氣能跑進來 所以他這樣打呼 其實是頂住的 他根本沒有 沒有氧氣 對 所以這睡眠呼吸中止 其實在我們社區裡面 發現是被低估的 但是這一定要被注意到 因為睡眠呼吸中止 是可以用非藥物的方法 來去改善 比如說睡覺要天職低一點 像你剛剛說 有的人可能是養睡會打呼 就要讓他訓練撤睡 所以有一些撤睡的枕頭 好像對 撤睡比較不會打呼 我先生就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厲害的人 有一些需要帶一些 所謂的陽牙呼吸器 對 呼吸器 這目的都很重要 就是要矯正 讓你能呼吸到通常 讓你能吸氧量夠 血氧量濃度夠 這樣子心跳血壓 跟睡眠品質才會提升 楊醫師 我們今天講的不是呼吸 是講失憶症 但是這跟失智會有關係 你還記得主題嗎 剛剛雅醫師 他可以講 他可以講 扶手就不能講子宮滿潮嗎 當你睡得很差的時候 公平嘛 這個節目 不是 剛剛雅醫師有講 你怎麼不公平嘛 突然的發脾氣跟那個脾氣 變就是有失去 對 就是這樣 剛剛沒有發言之 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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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失禮 對不起 冒險 冒險 你可以不要用這麼暴力的方式 冒險 冒險 你可以把身上不需要的 都丟出來了 沒關係 拋掉 好不好 你剛剛有東西有什麼 紅包嘛 對 那個可以丟掉 陳醫師再講呼吸 對 完全難過提起 他剛才的狀態 你知道他以前 曾經做過一個實驗 對 就像小老鼠啊 站在那個就是 一個水中的那個小平台上面 就等於說 他如果睡著 是不是就會掉到水裡 對 所以他必須 他沒有辦法進入深睡 他一直要撐住 然後一打開睡可能就要掉了 所以他就這樣持續 他們就發現說 那這樣子對他腦部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就發現他的海馬體受傷 海馬體就是我們負責記憶的地方 所以他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是可以原諒他的 我是海馬體跟海綿體都壞掉 醫生 開個藥吧 你病真的不去 不去 我可能要發幾張明信給你 柴哥 你要講真話 對… 可不可以用海綿體來救海馬體呢 下水又被打開了 你幹嘛啦 你壞人這樣笑人家 我又往嘴邊 我沒有對他 我等一下用海綿體打你喔 海馬體… 因為我有瞬間失憶的症狀 我真的 你我真的被你下水一打開 我都笑不完 不是 我剛剛… 沒有點就… 我是真的記性有點錯亂 我不是跟你講那些五四三個 不好意思 海馬體 海馬體繼續 真的是 聽完這個真的是 我跟你講兩位 要得失憶症 說真的 失智症其實還早 我們自己害怕 對… 我們還是要預防 但是我們可以用更勇敢的方式去面對這件事情 對… 對… 所以像我們在生活當中 對… 我們這種糊裡糊塗的習慣喔 其實是常常都有 對… 一下子眼睛明明明就掛在這邊 眼睛眼睛眼睛 你都眼睛眼睛眼睛 有… 戲裡面都是這樣演 對… 所以我們也會跟著看 所以老師已經又記住了 對… 像Julie姐她就是去做一些… 我就是做一些… 對… 手工… 所以譬如說 因為剛剛講到說打麻將 我也很喜歡 可是那要四個人啊 對啊… 天使每個人 對… 而且一坐下來要很久 我找楊烈陪你吃 我還要叫做我要回家 我說你老公是楊烈兩成的 大家都說是楊烈 你這樣講我很難回… 你失憶 你都忘了老公是楊烈 真的嗎 我等一下這樣回家很難交代 好…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打的成品 哇… 哇… 其實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就是只有打短針 可是呢… 我在家裡面就可以 就是一直打它 然後它不難 所以我自己就可以完成 然後呢… 做完之後 你再拿去那個毛線墊 請它幫我縫上袋子 然後內裡 你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就覺得說 它是一個花費不大 可是又可以常常 隨時隨地 都可以拿出來做的事情 而且你手指頭… 對… 然後可以練習 而且有時候出去 還可以跟朋友有話題 就想說 你看我今天這個包包 是我打的喔 講到人家就說 哇…很棒耶 可是我其實是在訓練 其實也是需要鼓勵的啦 真的… 就有人講話 像我們這樣子在動 然後要設計靈感 然後運動彼此在動 對… 這真的是直練級的 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最近找到一個也是 我覺得花費也很低 然後在家裡可以做的數字畫 數字畫呢 它很簡單 因為它買來 你看它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很像拼圖的東西 是… 反了… 然後它就有數字 然後比如說 一是黃色 你就一全部要把它找出來 對… 全部都塗黃色 然後二 什麼顏色這樣照著塗 塗完之後 它就會變成 像這樣子的一幅畫 這樣 然後你又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是 因為我已經完成很多副了 這是我現在目前在做 妳最近在賣這個嗎 沒有在賣 我叫運保濕 其實啊 我跟你講 夏老師我跟你說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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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跟你說 對 現在… 我們放著 我們收藏起來 那有一天 哪一天易賣的時候 我們去幫助人 我們就可以… 漂亮… 公益… 對 當公益再賣多好 覺得自己都要有一些 小的事情在家裡面 然後你就會 讓你的心情可以靜下來 是… 然後又可以就是說 開始腦心會… 恢復一些秩序 是… 對我來講 真的 所以我覺得像Julie姐 剛才那個非常好就是 它除了可以自漁 還可以漁人之外呢 就是它是可以開啟 跟別人社交的一個工具 沒錯 因為你平常有時候 像有些人 不大會跟人家聊天 你知道嗎 有時候跟他聊天 比獨處還可怕 那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我們需要一些工具 比如說 我有做這些針織的東西 我有時候畫一畫 跟人家聊 就覺得可以慢慢的 至少有一個橋樑 所以是一個社交工具 其實除了自己做事 社交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這才是房師 很重要的一個點 另外呢 如果真的沒有朋友 有些人 就是沒有朋友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事 找記 找樂子 自己找樂子 因為之前那個老人精神病學期刊 他們就有做一項 就發表一個研究 就發現很妙 他針對50到93歲的老年人 然後他就做一個 比較大型的線上的調查 就發現呢 這些平常呢 如果在家裡有些人 會用那個田字遊戲 因為外國人很愛玩田字遊戲 拿著報紙就是要玩田字 然後或者現在我們流行 那個宿主有沒有 一本年到這邊 對 像他們發現 如果一個禮拜有玩這個一次以上的人 他就發現 他在包括注意力啊 包括推理能力啊 包括這些記憶力 都會明顯喔 比那些完全不做這些遊戲的人年輕喔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假設你真的 沒有出去社交的時間 在家裡面可以自娛愚人的話 就是把這些遊戲拿出來玩 對 動動腦筋 而且你還可以什麼敲敲木頭啊 去坐坐櫃子啊 對 其實我覺得失智這個東西就是 他真的缺乏安全感 對 然後還有一個 太贏了 要有事情 逃鬧要叮噹 就會比較少 對於那個機率就比較少了 對 是 像維中哥 那你平常用什麼方式來避免你自己 這麼糊離糊土呢 講一句也不怕你們見笑的話 現在年紀越大 越來越容易這個思緒不清晰 不像我以前的思考能力 就非常非常的清晰 我講個很真實的故事 就是我們家以前在天舞 住在百貨公司的旁邊而已 當然這不是炫富啦 是因為究竟 是炫富 是嗎 這是高級階段 天舞耶 是 那回到原點好了 就是我們家以前在百貨公司附近 我就穿一個運動服去專櫃逛一逛 然後肚子餓了我就去吃那個 叫做美食街 甜不辣啦 麵線啦 什麼都吃得很開心 是 要付錢的時候 都摸西摸 沒有錢包 那我就想說 抱歉那我晚點拿錢過來 我還 既然去跑到樓上的櫃台說 你們剛剛我在這邊看3C產品 是不是把我的皮夾拿走了 後來我回家 生氣歸生氣就會熱嘛 就喝個水 冰箱一打開 在冰箱 我的皮夾在冰箱裡面 這個 這是無鬼搬運數嗎 還是什麼回事 我不清楚 其實這個真的就是一個 一個sign 對 這個 後來我就跟我們醫生朋友在聊天 他們告訴我一個概念就是 還要你教我 我算命還要你教我 這時候很重要 歲月再走 保養要趁早 對 感覺沒有什麼押韻 對 你講那麼多 我告訴你最重要一句 我朋友告訴我 是 讓長輩保持靈光的精華病 是不是 對 為什麼呢 我跟你講就是重心的好不好 我這個人很重視品牌 所以我吃任何東西 你要征服我 要我點頭 我必須要很嚴格的去判斷這東西 譬如 鞋子 踏子的 手錶 一定是名牌 丟 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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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效果嗎 好 先看 戒指 不能太遜好不好 對不對 就是講求品牌 知道吧 所以我不會選陌生的 品質要有保證的 所以這個是 百年基金的大坦牌 是 那我說不練功也不行 對 對 每天早晚飯後 兩顆 唉唷 對 每天早晚飯後兩顆 早晚就好了 兩顆 四顆 四顆 包括我會用那個 隨身那個小盒子 對 是 放在身上 對 提醒我自己 是 重點是 沒關係照不到 對 重點是 這個大的廠牌 當初是針對 我們所說的 熟齡銀法族的健康 未來生活 在打量 沒錯 重點是他經歷了 十年的研究 對 才研發出這個叫做 精粹生態 對 重點還有 太多重點講不完 知道吧 不但獲得了十多個國家認證之外 還經過 醫學團隊的 人體實證 使用八週後 幫我拿一下 好的 使用八週後 那個整個的精神力 判斷力 包括思緒 是加分的 所以大家千萬記得 這種鑽力的成分 萃取是什麼地方呢 你說 你們一定說不出來 因為你剛開始就講了 對 而且重點是 它提煉出精華中的精華 對 這種的生態成分 是特別對思考力 很有幫助 很有幫助 對 沒錯 像 我的朋友買給他的父母吃 對 我們切換器的一個重點好不好 不是你自己吃喔 你會發現熟齡長輩 吃了之後 肌齡又 我們所說的靈活 為什麼熟齡長輩 因為他們針對這個東西的吸收力跟需求 是特別的高 差點拿錯了 拿成這個 你想給我禮貓換太子 水也很重要 講清楚吧 是 所以你不要拿這個余末混珠好不好 我差點給你買這個了 這你叫我拿的 你是誰啊 楊烈太太嗎 不是 這樣純粹好笑 對 大嫂跟你開玩笑的 重點在有 你不要操心說 爸爸在家裡頭很擔心 對 他有時候瓦斯沒有關 或水沒有弄 或能跌倒之類的 或很多問題 你只要把你這份孝心 完完全全的 去藉由我共同的經驗去分享給他們 另外 他裡面還有什麼維他命之類的嗎 所以 你問到重點了 總要知道 維他命一定要有 對 可以看什麼呢 看我們所謂的氧化 而且呢 解除了我們說緊張和焦慮 是 很重要 給長輩 就好像一個護身符一樣 就好像是美國隊長 有那個盾牌的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給他一個保護 對 所以我自己吃了之後 我告訴你 你也許不敢相信 我的精神好 我的思緒好 而且不會常常去犯 糊裡糊塗的那種情緒 是 人就是怕糊塗 對 一糊塗之後 精神不好 思緒不好 結果產生錯亂 對 所以你看我上每個節目 上每個通告 我不是活力四射 我是與生俱良 加上這個的一個分享 所以讓你這麼有活力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五十八了耶 他剛剛跳舞的時候 有點長端腳的感覺 不是因為鞋子高低 好的 少於鞋 這個鞋子跟妳高嗎 所以生活就會 真的 生活就會很自在 好的 所以 所以你發現 我的臉不會臭臭的 我會很自在 以前緊繃到一個 天啊 而且我發現 大家常說我越笑越開心 這就是活到老 健康到老 這就是不敗的損失 希望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的成功的經驗 真的 其實有時候有這樣的朋友 也是不錯的 是 帶給歡樂 對 要把好的產品 介紹給我們當中 又要把歡樂帶給我們 真的 這樣說比重心長 搶救思緒很真心 他真的很有 去講這些的 是 當然 跟我們笑是沒有關係 算是因為我們單純他個人 太優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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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跟老闆店說句話 對 跟老闆店說句話 我們詹老師說到最中的一句話 節目最後還有金美禮物大放鬆 要把好的產品介紹給我們當中 又要把歡樂帶給我們 真的 而且雖然我們剛剛在笑笑的那個 當中去聽到詹老師在講 這個產品的東西 我都覺得很好 因為好的東西 真的要跟大家好好介紹 對 他講是他真的很有 心裡的感觸去講這些的 是 當然 跟我們笑是沒有關係 笑是因為我們單純他個人 太優惠了 太優惠了 對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是 以親身的那個經驗來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吃了以後 對 你的自己是真的很有幫助 是 所以吃了以後讓你的 讓長輩機靈又靈活 對 然後讓你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好 節目最後還有金美禮物大放鬆 這個東西吃了以後 對 你的自己是真的很有幫助 是 所以吃了以後 讓你的 讓長輩機靈又靈活 沒錯 對 然後讓你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好 不會想東想西 一下這麼高 一下就這麼低 跟老房間洗句話啦 對 跟老房間洗句話啦 我們詹老師說得最重要的一句話啦 是 今天謝謝四位來賓 謝謝… 謝謝 記得幫我們Q一下 我們有今的小禮物要送給你喔 我們下次見 來 明明日了 拜拜